这个我没有确认到,是网传得很紧张的 为什么呢? 他们的消息是否标准是这样的? 还是怎样可以调到紧急的民主投票? 这个真的不知道 甚至说将这些游记投票是用信封的 他说游记投票是由奥巴马基金下美公司打印的 由签是由邦民主党的游谷控制的 选票是由邦谷送的,加上假证件 邦谷是否真的会帮民主党? 例如六个州都是民主党控制的州 老实说 这个是勉强了一点 如果我对美国的信心 我觉得是不会的 就算他是自己的民主党人 在这些位置出费 他们自己过不了,我看电影就不知在美国 这个是勉强了 还有很多 就是这样说 你看到左交行动 之后 你会觉得他真的无所不容其极 因为有些人烧特朗普票 有些人发现有很多汽票在公路上 公路的汽票 有些人拆回是六年前的事 是否将图都是今年或六年前 这件事是要再订阅 是 对待 他在IG上 因为是投票日 进公民责任 拿着支持特朗普的海报 立即收到死亡威胁 神经病 我没有几个缩头 先收起来 先收起来 他说对于女儿受到网络欺凌 我们先看完文章 轻轻接受《苹果》访问 就说其实不知道什么 你有共和党 有没有人去恐吓拜登的人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是那些粉丝 但是我听到就是这些所谓的民主粉 OK 我女儿21岁今年第一次投票 很多人不敢说自己支持谁 但是我们是共和党的支持特朗普